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在选举过后 政坛的变化又是如何呢 这个是赖清德出席了一场感恩参会的时候 说出了一句话 结果呢非常的幽默 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我们来看到主要是赖清德 他有跟这个小英总统报告 他说跟你比起来 自己赢在了起跑点 因为我的副总统比你的好 好这个是赖清德有跟萧美琴 两个人一起宴请党勾 当然是想要谢谢大家这阵子的辛苦 而且呢萧美琴还直接说了 他终于吃到好久没有吃到的这个鸡鸭冰了 但是我们来看到 昨天在政坛上头传出的最新消息 那么就是赖清德 他宣布要退出民进党内的派系 就是新潮流派系 我们来看到新潮流办公室 发出了新闻稿 表示说呢 总统不但是国家元首 身负带领政府主持国阵的重责大任 在党内更是团结的象征 因此说 基于对总统职务的尊重 赖清德已经不再是新潮流的成员了 好赖清德自己有特别提到 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 因此呢 政党内刺激团体虽然有它的功能 但是为了自己能够更客观的推动国阵 也能够团结党内领导党 所以呢 自己从节日起离开了新潮流 但是呢各界的反应到底是如何呢 好赖清德宣布退出了新潮流 做了神之切割 真的是有用吗 时事评论黄阳明就特别提到了 如果按照声明的逻辑 那么2020年赖清德当选副总统的时候 没有退出新潮流 所以代表的是副总统的职位 不需要被尊重吗 好不管赖准总统是不是新潮流 未来其实都还是民进党党主席啊 新潮流就是民进党内的最大派系 退出新潮流其实就是表面功夫而已 另外前立委郭正亮则是提到了 过去民进党选上总统的人 包含了陈水扁 包含了蔡英文 也都在当选之后退出派系 或者是不介入派系的事务运作 这个其实算是一个传统 好但是呢 他点出赖清德的最大问题 不在于他有没有退出新潮流系 而是呢 就算他宣布退出了 但是新潮流系的人 依旧会持续围绕在他的身边 不让其他的派系的人靠近他 但是呢 有人说是表面功夫 好有人说没有用 我们来看到网友的想法又是如何 有网友直接开栓了 真的是做了神之切割啊 以后呢 新潮流做了任何坏事 就可以直接切割了 好聪明啊 如果选前宣布退出 那么我还信都已经变皇帝了 谁还跟你玩派系呢 我现在变成啊 新潮流的太上皇 所以呢 新潮流的坏事都跟我无关了 好另外也有人直接预测 赖清德的下一步就是要自组一个赖系 不用再受到新潮流的影响 好赖系马上就要浮出台面了 接下来就会开始招兵买马了 这个是在政坛上头 赖清德昨天宣布要退出新潮流系的最新发展 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在政党之间的合作 现在该如何走呢 到底是蓝白和又或者是白绿和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朱立伦跟赖清德 都不打算要辞去党主席 好民众党现在非常高姿态 因为开出了条件 他们要蓝绿正林先回答问题 再来决定在国会的这个龙头宝座要支持谁 不过过去曾经跟柯文哲合作过的人 全部都冷言以待 民进党更直接冷呛 柯文哲说的话还能够信吗 朱立伦下台 蓝音支持者包围国民党中央 要党主席朱立伦之所进退 为2024大选惨败负责立刻下台 我听到更大的声音 要求我要坚定的留下来 不可以一走了之 我会坚定的奋战到任期结束 一定要忍辱负重的奋战下去 战败的党主席朱立伦不肯打包走人 那一头被提醒不该兼任党主席 以免党国部分的赖清德 只回应要退出派系 也打死不辞党会 为了要更客观去推动国政 团结党内的同志 我自己就请离开新潮流 柯文哲过去骂新潮流不倒 台湾不会好 如今民众党却可能帮新潮流的总统 助攻民进党 拿下丽远龙头在国会完全执政 再问一次民众党会支持谁 柯文哲拿出当初谈蓝白河的高姿态 这么讲 不急了 还有两个礼拜 给大家思考一下 民众党是不是又想以小博大 挟制两党 河和柯文哲合作过的人 都这么回应民众党 我们当然是追自由问题的人 他讲的话你听一听就好 柯文哲会相信吗 选前的时候 很多位民众党的朋友都说 愿意支持韩国语 不要选前说一套 选后做一套 可利用时称兄道弟 利益冲突时 却又翻脸百般算计 基层讽刺 把毛泽东当偶像的柯文哲 政治手段果然炉火纯青 接着杨洁旅卷 SNL主台北报道 好当然赖清德在昨天宣布要退出新潮流系 当然外界认为说他就是要跟党内的派系政治来划清界线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个是前立委蔡震源他的分析 他认为说民进党其实早在2006年就开会决议要解赛党内各个派系了 但是没有想到现在新潮流竟然还可以公开发新闻稿 好证实赖清德退出 这不就代表说民进党的人根本连党中央通过的决议都没有在遵守了吗 那么现在谁还会相信说赖清德退出新潮流 就真的能够把新潮流的关系断得一干二净呢 2006年民进党的这个党员大会里面通过说要解散各个派系 然后段一刚还说我们派系转型做智库 智库 但是他今天这一封新闻稿就说派系还在啊 对啊 那请问你你已经解散了怎么有派系可以退出呢 就表示你从来没有解散了现在才要退出嘛 那民进党通过的决议都可以不遵守派系不解散 那谁相信你现在退出新潮流是真的 他可能觉得新潮流这段时间在选举的时候 被国民党打破头被民众党打臭头 大家都喊新潮流不倒台湾不会好 对 那你现在是说哎呀现在新潮流现在形象不好 我现在改个赖潮流 赖潮流不是还有赖皮疗的问题吗 还是干脆改成赖皮疗系好了 你这时候退出新潮流系 是要给其他民进党的派系一个交代 还是给国家一个交代 可能是给民进党其他派系一个交代吧 就说哎呀我现在不是新潮流了哦 以后我用很多新潮流的人了 你不要怪我说我们整个政府都有新潮流包了哦 这个太太假掰了一点了 真的太假掰了一点 我觉得把退出新潮流系跟国家元首的位置挂在其他 污辱国家元首 好赖心的选后呢抛出了退出新潮流系 当然这个外界的反应大部分都是不以为然的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时报在今天的分析就特别提到了 新潮流其实跟这个贪污腐败挂钩 早就已经不是新闻了 选前不切割 用新潮流知识 选后呢才做形式上的切割 如果来回顾一下民进党过去执政八年 新潮流其实早就已经渗透到各个部会去了 2020年韩国瑜的竞选办公室就曾经制作了 新潮流的百官图来嘲讽新潮流 当然现在民众对于民进党的不信任 恐怕不是赖清德说一句要退出就可以米平的 好另外呢除了宣布呢要退出派系之外 赖清德在这个当选之后一路也公布了高端的合约 还有包含台电核二核三不排除研议等等 好外界现在普遍认为是赖清德在就职总统之前 开始由外而内要逐渐拆弹了 当然外界都在看 现在跟赖清德最为贴身的万里老家 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做处理呢 好虽然说宣布要退出新潮流系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各界的分析 前立委郭正亮就直接说了 新潮流依旧是围绕在赖清德的身边 民进党当选的人都会退出派系啦 像陈水扁就退出正义连线 那蔡英文也 不介入阴系 那赖清德退出新潮流 这个是传统 我认为赖清德的问题不是派系啦 而是新潮流会围在他身边 不让人家靠近他啦 那这个是新潮流的派系属性造成的 跟他有没有退没有关系 你身边都是新潮流嘛 帕文安是秘书长 帕文安未来就当总统府密啦 帕文安就新潮流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 我认为改变不了什么啦 因为他跟陈水扁差太远了 陈水扁可以跳出 他的派系的框架 那赖清德还有在挑战啊 比如说我们随便讲好了 假设他是用 左龙泰或林佳龙组阁啦 这两个都不是新潮流 那你认为新潮流的人会怎么看 左龙泰跟罗文嘉就是在应赖之争的时候 挺赖清德的嘛 赖清德是个 有恩报恩 有报仇的人 对 很可怕 所以他会报恩的啦 你知道 所以我认为他 如果重新启用 左龙泰或罗文嘉 你都不要意外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1个人 2个人 2个人 1个人